沈小姐到是工匠沈小姐來了 防沸後下來是 所有罪法 就算在我一個人身上 求求你放過我爹娘和弟弟 云姐姐 他是晚的 來人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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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路 往後 往心往你往最初 花磅 留在愛你的路 雲姐姐看到你我姐妹一場 我呀 特意去求陛下 免了你的恐襲 讓你走的痛快一些 好你個出鏡了 我為了祝你登上皇后 殺了多少良知 我為你付出了所有 你敬 別放滿腿 你該慶幸 如果你沒用的話 朕也不會留著 如今大局已定 皇后的位置 自然是要傳給朕 陛下 莫要為了一個堅持的人 耽誤你的愛心 找些刺他了斷吧 來人 你還沒用 我為死 救我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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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為什麼渾身是傷呢 你和我一樣 在山裡迷了路嗎 沒關係 我來帶你出去 雲居 我來晚了 初遇 是你 他下入境最讓 初遇到期待之日 你我並無交情 何會帶我手刺 至於是 你的眼中只有初遇到 若有來時 回頭看一看我吧 可向我雲居一時交口 卻收到一個悲心 記憶之人的誘憑 竟然是此生會見起面的 一個男人 挑釁的事 說有來時 我並不會再如此糊塗 我不要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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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阿傑 你這孩子 受了風寒也不說 若不是暈倒 雲羊還不知道呢 娘 娘 我還以為 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還以為 再也見不到你了 能再見到你們 真是太好了 可是 我不是死了嗎 什麼死不死的 別胡說八道 方才二皇子殿下 差人來比 說是待會兒親自來接你參加今日的公宴 我和楚景恒就是在三年前的公宴上被刺的活 難道 我回到三年前 去 當然去 而且我還要打扮她 越找越好 美嘢 我看 就算打扮沒了又怎樣 我看她整日和沈青和潘交情 卻是連人家一半都不如 我看要不是因為她爹是芸效 二皇子連看都不會看她 二皇子到 啊 阿曲不是說好的要一塊兒來的嗎 你怎麼自己行 小女不敢 把毒酒灌下去 二皇子不是已經有了其他家人作伴了 啊 雲姐姐莫要誤會 是我的馬車突然搬路壞了 沈小姐不必解釋 阿曲 你今天怎麼這麼奇怪 你是不是睡 嘿 但我現在還稀罕得成 皇后娘娘禁王殿下到 参見皇后娘娘 這禁王果然如傳言中所說面如關玉貌比潘啊 這可惜是個瘸子 殊不知 殊不知你們眼中的瘸子 三年後會成為楚景橫鬥忌憚的攝政王 你就是雲相的嫡女雲渠 是 雲渠參見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安康 可會說話 不會 那可會秦祁 不會 那禮儀女宮你總會吧 回禀皇后娘娘 也不會 那你會什麼 張貌遛狗 張氏欺人 城裡都這麼說 橫兒 這就是你看上的如此無財無德的女子 母后 如今我們需要朝中勢力 雲相一派 不可或缺啊 況且 我和雀兒兩下無罪 罢了 皇后慢慢學便是了 此次公宴就是為了你和橫兒的婚事 還有禁王 聽說皇后娘娘主意要將沈清禾指給她呢 第一才女配個瘸子 真是可惜 來人 皇后娘娘 雲曲感恩二皇子垂擾 可是今日 雲曲恐怕要辜負二皇子了 你在胡說些什麼 都是雲曲的錯 雲曲自知有罪 但也不敢欺瞞殿下和皇后娘娘 這是雲曲已經 禁了殿下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雲曲 在胡說些什麼 雲曲所言這句屬實 雲曲自知有罪 但不敢弄成大罪 皇后娘娘若是怪罪的話 只請怪罪 雲曲一人好了 六皇叔 她所言可是真的 你快承認了 你不是討厭沈清禾嗎 我都聽你不好路了 還不快復合我 本王與雲小姐 並未行過夫妻之旅 不過 是雲曲的玩笑罷了 這次婚 但是 卻有過肌膚之妻 六皇叔 你從未與阿曲有所交集 有什麼證據嗎 不 楚清禾為了得到雲曲一脈的支持 竟看似連臉面都不要 今日若無事成 怕是還躲過這場次婚 不管了 先互弄看看 雲曲與禁王 我們也 雲小姐 後腰腰眼處 有一塊壯似桃花的粉紅色胎記 皇后可派人查驗 來人 帶她下去查驗 是 禁皇后娘娘 卻如禁王殿下所言 雲小姐後腰 卻有一塊桃花胎 我腰上的胎記 只有我爹娘和弟弟之 還是怎麼知道的 罢了 此事 帶本宮向陛下禀名在意 彭二 隨本宮回宮 恭送皇后娘娘 殿下怎會知曉 我謠言有桃花胎記 前幾日九樓巧於令帝 聽令帝醉酒所說 雲禎那個混蛋小子 我是真的能做出這種事 殿下 您不會怪罪 我今日冒犯這句話 那 我也是幫了你一個大忙不是 那個沈清禾 看似嬌嬌弱弱的 石子 可不是什麼好東西 雲小姐想沒想過 與本王牽扯上關係 並非是個好選擇 或許會有你的小命 殿下不必胡 說不定 我死得比你早 接下來就要一起過日子了 有些事情 我覺得 還是挑明說比較好 首先 我不喜歡你這身打扮 太過肅敬了 如果你喜歡 改日我親自為你做醫生 可好啊 你竟真的願意嫁給本人 我自然是願意的 難道 殿下 不對我動心嗎 難道 殿下 不對我動心嗎 殿下 您縱使不曖昧死 那 看在雲家的面子上 你也該動動心才是 未成大事 雲家倒真算是個不錯的助力 何行 雲小姐怕是不能代表整個雲家 待取得令父的同意 再來與本王商榷 你放心 我爹 向來都聽我的 爹 您不是說都聽我的嗎爹 別叫我爹 你是我爹 還想給我惹事不夠嗎 你知道外頭怎麼傳你的嗎 老爺 阿渠他也不是故意的 姐姐他就是故意的 我還聽說呀 他硬要上人家晋王的馬車呢 爹 晋王他有何不好啊 他一個瘸子 又有什麼用啊 當初是你非要嚷嚷著 要嫁給二皇子 如今二皇子允了你的婚事 你卻出耳反耳 真當自婚是兒戲嗎 真是不想重蹈覆轍 我才要拼命 掙脫解釋的命運 反正 我就非晋王不嫁了 爹 您就信我一回嗎 就算是爭奪那個位置 他一定都比初景航強的 我簡直胡鬧 就算晋王與陛下 一母同胞 就高枕無憂了嗎 你可吃晋王殿下那雙腿 反正 從今日起 與你們自顧 不准再見晋王 反正 我就是不嫁初景航 爹 您要不就 信姐姐一回 是啊 老爺 阿祺說不定有她的道理呢 毀了她們 不論付出任何代價 都不能再嫁給初景航 讓開 小姐 二皇子殿下邀您夜賞月虎 老爺已經替您應下了 什麼 夜賞月虎 前世楚景航 就是用生米煮成熟飯這一招 將成家大小子拿下 沈青河 你不是想做二皇子妃嗎 那我就幫你一把 作將這封信 讓一個臉上的人 送到沈家去 務必讓沈青河 親自乾淨 快給我梳妝 今夜游湖 我一定要讓二皇子殿下 心悅於我 是 小姐 王爺 王爺 雲小姐所說月虎之事 咱們便作弊上官 不 雲徐這把 倒是可以添一添 二皇子殿下 終於讓我等到你了 沈浅河 怎么是你 殿下 沈浅西域你已久 各位父老乡亲们 我听说啊 在这月湖上的 无人传房里 有水鬼精怪害人 中央鬼 王子 臣女不是故意看到 您和沈小姐在这 自会的 还请二王子 莫要跪屈臣女啊 都给我闭嘴 今天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许说出去 小鹏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爹 逆子 跟我回家 初锦衡 我看你这才怎么求 什么 沈青河甘愿作小 他是不是疯了 我看你才是疯了 爹 你是不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啊 昨晚月湖传访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爹 您那还看不出来吗 那个初锦衡 他为了取我不择手段 他简直就是一个 钻银毒气的小人 阿渠 二皇子势力大 未来荣登那个位子的人 很可能是他 为了整个云甲 咱得忍 不 爹 我就嫁近王 你就信我一次吧 求你了 我们就一次 完了 二皇子带着圣旨 正往这里赶来了 二皇子带着圣旨 正往这里赶来了 今日这圣旨 不接也得接 在此之前 不准踏出房门办法 不行啊爹 这样会把咱们云甲害惨呢 爹 小姐 黄英 你现在立即冲服 务必将这封信 发到镜王手上 快去 圣旨到 小姐 跪下 跪下吧 不 跪下 楚锦衡 你就死了这条心 只算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 事已至此 圣旨在此 你难道要公然抗旨不成 混账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云相 你就是这般教育 你女儿的时候 阿群 当初可是你非要闹着 嫁给二皇子的 你这是中了什么血呢 你赐婚圣旨都下来了 你就别再任性妄为了 姐 你现在要是惹怒了二皇子 将来嫁入宫中 受了什么欺负 我们可就没办法再帮着你了 其实我纵是死 这圣旨 我也不能解 真的要跟本皇子作对吗 真的要跟本皇子作对吗 阿群 我劝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要不然 我一个不高兴 可能会亲 不出意外 你弟弟也该一亲了吗 如果这个时候 我让他不能忍 楚敬航 无耻 好 很好 无尽皇室 其罪当主 来人 把云须给我带回去 定要父皇亲自才多才是 这是你这个丫头 违抗朕的旨意 陛下 小女顽劣 不知抗旨是大罪 与二皇子开玩笑而已 断无抗旨之意啊 可我看他并不像是开玩笑 父皇 云须明知赐婚是圣旨 居然敢公然抗旨 知道的 以为是他任性妄为 不知道的 以为他云家有不臣之心 陛下 云家断无此意啊 怎么办 简直是死 不计也是死 还有什么办法能破去 军王殿下到 军王殿下到 王爷 这是云小姐送来的信件 上面内容 还是您自己知道吧 小女有欲知能力 可助六皇子彼无几日 王女王子疾我困境 或之王爷不信 面词着奇异 早晨时 便官将传习讯至少 遇知 此类胡话 也见也见 此类胡话 参与朱镜皇的奔事已成定 我们无需撤而上 报 王爷 军众万探传来集醒 兵官大协 陈弟与云渠两情相悦 还望皇兄成群 六皇帝 世上女子如此之多 你怎好意思与自己的亲侄子抢你们 陛下 他这不仅是抗旨 还是致我们皇家颜面于不顾 不闹 圣旨以下 您当是儿戏不成 怎么会这样 我救了这么久 那还逃脱不掉情深吗 慢 慢 陈弟此句不算可 此乃先皇所赐龙佩 可换一句君弄 今日 我便用他来换得云家女不应 中人仅次于玉玺的龙佩 他居然用来换云渠这个贱丫头 他莫不是疯了 龙佩果然在他身上 只要获得龙佩 天下人兵再也不会是你朕的震动之声 王后真 你真的可以保证 愿皇兄成全 好 真便允了你 快快就龙佩上上来 那是剩8 儿个六位 太允许将自于架下 她终于往取得动 昨天 我就会保证 把词儿突然 我们终于公布 撤了 你看 ジ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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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チ 殿下 可是出什么变故了 这个卑贱的臣子之女 有什么资格看不上本皇子 云居居然敢抗拾 太好了 两正妃之位 早晚是我的能终之物 给我过来 殿下 您弄疼我了 怎么 你也要违逆本皇子吗 不敢 清佛欣欣殿下已久 殿下是知道的 小心点小心点啊 放那 对对对 放那 小心点啊 慢点啊 姐 你这是要把 季王府都给搬空了呀 我也没想到 这批你机会这么多 三日之后便是婚礼 定是来不及做嫁衣了 这这可如何 相公夫人 云公子 云小姐 这是我们王爷 为云小姐准备的 嫁衣及首饰 还望收下 哇 这 这不是先太后出嫁时的凤仪凤冠吗 阿隽 云屈 又是云屈 是因为他 让我婚前失真 我又怎会落到一个侧妃的位置 云屈 我一定要你好看 进来 王爷 都安置头当了 是的 王爷 一切都是按最高规格备的聘率 都送到了云家 云相如今对本王还有故事 我们借婚事 抬高他的面子 也算表明本王的诚意了 王爷放心 小豆都懂 不光是聘率 还有太后的那套凤衣凤冠 也一并送到了云家 你说什么 是让你把那个也送过去 王爷 莫涵 在 即刻跟我去云家 夫人 公子 晋王殿下到了 见过晋王殿下 不知殿下前来是 云屈所在何处 我姐她正在 王爷 你来了 你看 怎么 月儿 母后美不美 母后很美 这套凤衣凤冠 母后便留给你 日后带你寻到 心爱之人 并让他 穿上他们 与你成婚 愿你寻得一心人 相邪白首 不离不弃 如此 母后便可以明目了 穿上这凤衣凤冠 便注定是我的一心人 可笑 便是母后自己 也从未得到过 父红的一心意义 殿下 很适合你 明日大婚 你便穿着它 殿下 我以后 一定会一心一意 对你好的 一心一意吗 你最好说到做到 初遇 我一定会还你 前世之 明日之事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只要你们替我办事 日后我必定在二皇子面前 多多提拔你们 是 这次 我看还有谁能帮你 阿渠 嫁到晋王府后 切不可再任性妄为 好好侍奉晋王殿下 待有机会 尝回来看看 既然目已成舟 为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日后顶着晋王妃的身份 我要再任性行事 知道吗 爹 娘 这些日子 让你们为我费心了 但是过不久 你们就会知道 我的选择 定然没错 阿渐 我送你上校 那四个人还属性 等等 那是初景恒的人 且是其中一人 爱成了他的亲吻 我不可能认错 等等 那是初景恒的人 且是其中一人 爱成了他的亲吻 我不可能认错 爹 我不能上校 四个教父 还能是初景恒的人 他一定是来报复我的 方才说莫要任性 陈当尔旁风了吗 不 今日这大婚 可是皇上亲自主持 难道你要以下犯伤 我没有骗你啊 爹 行了 阿渐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的话 就老老实实上校 云正 婚姐上校 姐 你就别再出怒爹了 走 对了 阿正 等你下火上校之后 你就去告诉姓王 我被玉林宫的工人带走 姐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你看看今天 锣鼓喧天 鞭炮清明 人山人海 红旗招展 况且还有皇帝陛下亲自坐镇 就算那二皇子再蠢顿如何 他也不会对你下手的呀 哎呀 你就安心出嫁 好吗 走 来 我跟你说的话 你记住 非常美 动动动 动动 劳烦四位啊 我姐娇鬼 路上受不了颠簸 麻烦走稳一些 劳驾 小的明白了 等等 他既是教夫 为何那人是什么老姐 不好 阿姐有危险 王爷 不好了 方才云家公子来柄 说是王妃被人带走了 什么 我们 到底想做要做什么 小美人 你可不能怪我们哦 怪只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这样的游物 嫁给的瘸子真是可惜 不如让我们哥四个好好伺候伺候你 没事吧 给我追 站住站住 先不要我重生之后养成了随身带武器的习惯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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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过来 派你往那儿跑 你们不要过来 跑 你倒是跑啊 我劝你还是顺从我们兄弟四个 不然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即使遇到 厨余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宋亲对我出现了问题 只要我再拖一拖事情 没准就能等到怨饼 四位好汉 我是云象的女儿 只要你们肯放我走 无论你们求权还是求财 我都可以给你们最丰厚的报仇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云象的女儿 你可别想夸我们 四位好汉 只要你们肯放我走 我可以许诺你们 日后 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而且世上之后还会送千两黄金相责 怎么样 哎别听到的 拖延时间赶紧动手 你们别忘了 我可是准晋王妃 你就不怕得罪晋王吗 晋王算什么 等哥几个享受完了 晋王还会要你吗 你呸 你们做梦 废什么话 直接上 老子一定要好好折磨折磨你 你会心痛会死在这种的吗 大丑微抱 还不知道二王子的真命 怎么就这样结束了吗 在哪 在哪 啊 啊 初遥 本王来了 感动本王的女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啊 王爷 给我口气一遍 是王爷 初遥 他们是二皇子的人 你千万不要放过他们 王爷 您竟动用了真气 您的腿脊还未痊愈 一旦动用真气 就前功尽气了呀 无妨 我心中就说 王爷 太医说王妃并无大碍 只是惊吓过度而已 休息休息便好了 王爷这 没事 我要陪他一会 你先下去 是王爷 不要 爹 初遥 你 为什么我第一次遇见你 都是你 欲知之能 突然转心 云青 你是真的想帮带我 还是藏着其他的秘密 阿渠 阿渠 你醒了 我 还能看见你们 真好 这次啊 是为父大义了 险心害了你 是女儿之前太任性了 不怪爹 阿渠 你老实告诉爹 为什么这次这么看好宁王 还有 那四个教夫 你怎么知道是二皇子的人 我就知道这件事走了 爹 你心欲言梦吗 欲言梦 我就是在梦里梦到 如果我嫁给初景恒的话 三年后 他便会害到我们云家家破人亡 而且那四个教夫 就是我在梦里 初景恒的御林宫里见到的 世上竟有如此匪夷所思之事 哦 所以啊 咱们定不能投靠二皇子的 可咱们家呀 与二皇子牵连颇深呢 想要脱身恐怕不易 此事过了这端午宫宴再细说 晋王殿下呢 你这丫头还敢问 自打你在人家晋王怀里昏倒之后啊 便抱着人家不撒手了 方才呀 还是晋王亲自把你抱上床的 这会儿去书房处理购物了 原来是他们抱上床的 哎 你这丫头 你干什么去啊 我要去给晋王亲自道谢去 王爷 阁院已收拾妥当 您真的要搬过去 不与王妃同住吗 许他不过是权宜之计 既无情便做不得真 想必王爷 还是对心中那人未曾放下吧 初遇这一世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喂 小橘子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不过你放心 附近的催眠过一会便会赶来接你 我已经复够了银子 你就安心的在他们那里休养吧 等以后有缘 我们再见 王爷何不珍惜眼前人 属下看那云小姐 小姐 对您似乎真前实意啊 是 是属下乐曲了 原来一直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小姐 小姐 您真要撇下王爷自己去公宴吗 以前不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吗 现在也不需要人来 听说他大婚那日 可是和四个男人逃走私会 还是被晋王亲眼撞见 晋王也不知怎么想 居然还留着 他还有脸来公宴 若述我 还不是和你弄 他就是个橘子 就配找到破鞋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橘子配破鞋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留你这么一个人尽可福的贱人 还不是因为他窝囊 别以为你是郡主就不敢打你 别以为你是郡主就不敢打你 贱人 你敢打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皇后娘娘的 我当然知道你是皇后娘娘的亲生 但也不代表可以随随便便侮辱人 尤其是我的夫君静母 谁要是敢打她的人 我云居第一个不饶她 好大的口气 姑母 您看她 她竟然敢打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云居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还把本宫放在眼里吗 皇后娘娘 云居不敢 是赵郡主她 口出恶言在先 云居身为晋王妃 只是提醒她 莫要失了皇家颜面才是 好一张灵牙俐齿的嘴 你以为你嫁给了晋王 本宫就不敢收拾你了吗 今日我就替晋王好管道 来人 给我找她的嘴 教教她如何做人 母后 慢着 求求我 我便帮你 如何 不了二皇子费心 几个巴掌而已 我受得住 这二十多年出院 受了她们多少招负 不管你多少罢 是口气 你提得住 老王 很好 母后 晋王妃拒不悔改 得罪了吧 不如让她 跪着手法如何 我儿甚是错误 来人 让她磕头 禁王殿下到 禁王殿下到 皇后娘娘想要承治禁王妃 是不是也该先问过本宫的意思 六皇帝不在前殿恭贺百官 来我的后殿做什么 若本王不来 怕是也不知道本王的王妃正在这里受委屈 你的王妃口无遮拦还动手打人 本宫身为一国之母 还不能惩治她了 自然可以 不过在此之前 本王也有一桩事情 想同皇后娘娘还有二皇子倾散 来人 把她带上来 皇爹这是何意思 二皇子是否觉得面熟啊 皇叔说笑了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 这个人在本王大婚那日 公然假扮教夫绑走了本王的宝贝 甚至想要凌辱她 本王的王妃姓子烈 为了清白决心跳崖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 才将她的性命及时救下 她真是在替我掌精谣言 二皇子说不认识她 那为什么她脚上穿着的是 你玉玲宫的麒麟黑断靴 不过是有人偷了身靴子 栽赃嫁祸吧 是不是栽赃嫁祸 还需要二皇子以及整个玉玲宫 配合调查才是 也正巧 今日本王带够了人身 来啊 我看谁敢 你带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来我殿上放肆 到底想干什么 自然是履行本王奉命掌管刑律之子 皇后娘娘身为一国之母 难道是想要包庇二皇子不成 来人 住院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五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明臣 陛下 您来得正好 亲王实在太过分了 您一定要为我们和孩儿主持公道啊 朕在门外都听到了 仅凭一人之词就妄下定论 这让你掌管情侣 不是让你假公仅私 肆意妄为的 皇兄 臣弟记下定论 自然不止有这些证据 这是 此乃私兵令 本朝有严律 禁止换养私兵 唯律者等同造反 而这个私兵令 正是从他身上送走 父皇 儿臣怎敢忤逆父皇呀 请父皇明察 他万不敢有这种胆子的 希望你是真的没有这个胆子 朕一定不会放罢你的 传令下去 二皇子私得有损 禁足一月 待实行查明以后 再论罪惩处 前世楚景后 确实养过一匹私兵 我竟忽略了这么大的线索 凭他的能力 即便没有 也早晚会登上那个位子 出货 人之谋划三年 全让你给毁了 神仙知错了 求二皇子输罪 神仙再也不敢了 你还想有以后 若不是看在神家的面子上 滚 给我滚 二皇子 你不要跟神仙走 神仙知错了 滚 你不要跟神仙走 神仙知错了 死 我 你不要杀 你跟你说 你别这样 你别人 你别人 即便你摸不成善狂 该抛弃这段感情的人是我 我没关系 我一定让你回答 皇爷皇爷 小姐小姐怎么了 快去拿衣服 不如大事要去见尽我 王爷 云区有事找你商量 莫菲你怎么了 我王爷 怎么了 王爷现在不太方便 有什么事情还请明天再来吧 哎 王妃 王妃 王爷 王爷他这是怎么了 王爷自幼患有腿疾 每到阴雨一几 你无法做 我只是患有腿疾 怎会这般验重 你说实话 王爷确实不只有腿疾 王爷身中寒毒 平日只能克药物为耻 每当腿疾发作的时候 寒毒便会一并复发 他这个样子多久了 属下跟随王爷已有八年之久 自属下认识王爷的时候 王爷便已经如此 王妃 这里交给属下便好 不行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刚想到 我梦到 几月之后 南方会出现罕见的水患 更重要的是 沁和河堤会出现问题 你派人速速去查 耽误不了 可是王爷他 我是靖王妃 现在王爷病了 整个王府就得听我的 你快去 我是靖王妃 现在王爷病了 整个王府就得听我的 你快去 那就辛苦王妃了 黄英 去打些热水来 是 小姐 你别想猜我 黄英 这不是毒药 你吃了会好受血的 我不可 算了 本来就是我欠你的 怎么会这样 他的腿筋必须赶快压制 前世最后一面见他的时候 他的腿好像好了很多 难道是寻到了什么妙方 我记得 初九 好像提到过一个什么神医 叫 肃无济 沐寒 在 你速去都城西郊山山 找一名将肃无测的神医来 没准 他能以好厨艺的腿筋 是 数他这就去 你都不会 我把她的腿筋 不会 想到她的腿筋 你那是肯定的 是个人 你是不是 我把腿筋 facts 把得钱建得到 大腿筋 你是不是 然后你 你不过一个人 你不过什么生意 是行吗 我好 为什么 他站在我手中锅 王爷 你醒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找到苏无测了 苏无测就是谁 一切都路上再说 我们现在就去见他 沁河河堤 你确定是那里出了问题 我记得没错 你可知沁河河堤的负责官员 乃是沈家族亲 沈家掌管部 正确最容易在修堤营上做手机 你是说 这有可能不是天灾 而是人货 天灾是真 人货也是真 你在梦中可以梦见这件事情的结果 朝中是如何执着的 沈家不但没有获罪 反而还随同二皇子 得到了救灾的共同 看来若本王猜中了 二皇子不但知情 甚至还包庇了沈家 当时包庇沈家的 还是还有我们运气 这位苏无测又是何人 他是能够帮你治好腿的人 梦里你也认识他 不过是三年后 我一定会帮你 把腿疾和寒度治好的 本王却十分好奇 照你所谓 你是突然得了梦中预知的能力 才幡然喜悟脱离二皇子 又过来讨好本王 可是你早就梦过 本王和二皇子的位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过我 没 没有 我只是 梦到初锦衡 为对我们云家不利而已 王爷您想多了 关于一代妖后的事情 绝不能告诉你 前世的处于 也许后来对我有记忆 可这女士的处于 心中却不明我 若是知道我前世以他为敌 还是再也不会信我 是吗 王爷 王妃 我们到了 你们找谁啊 敢问可是苏无测苏先生 来求医的吧 哪里来的便回哪里去吧 我是不会知道 为何不知苏先生 您看起来 可不像社会见死不救的人呢 一般人我可能会救 但我这个人 唯一有一条规矩 那就是不救皇室中人 你们赶紧走吧 不要打扰我休息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救人还分人呢吗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救对了一个皇室中人 可能会救很多很多穷苦人的 敢问苏先生 可存进过宫 本来 晋王殿下 已经认出老夫了 别来无恙了 苏太医 难道您就是十年前 太医署 德高望重的苏有章苏太医 我 太好了 您既与王爷是旧相识 那便快给他医治吧 正因为是旧相识 我才更不会救 正因为是旧相识 所以 我才更不会救 苏太医 为何呀 苏太医 苏太医 不用求他了 他是不会出生的 为何 你可听过十年前的丽妃影 丽妃 难道是 十年前 与侍卫私通 生下死胎的那个丽妃 那个婴儿出生的时候 并没有死亡 是丽妃怕私情败露 将其掐死 却将这个罪责 扣在了当日 接生的苏太医头上 你是披露极大 一查便知真相 但先皇 先皇如何 先皇为了顾及皇家颜面 选择僵促决 苏太医因此被抄家 妻儿落狱儿亡 所以 苏太医才不救皇室主任 我们走吧 可是王爷 我们都来了 走 遇到这点困难就放弃了 这可不是我云渠的风格 想要救好你的腿脊 苏太医是最后的期望了 无论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让他同意 你管管我吧 你不要管我了 你不会懂 你让这点困难你就放弃 这可不是我的风格 小卷子你放心 我肯定会顾你周全的 会是他吗 允许出身教会 怎么可能会是他 王爷体内的寒冬越来越不错 控制了 再这样下去 王爷会被赵森椒搬条命名 我一定会叫你的可及之后 莫菲 苏太医 我知道 你因妻儿之心中有怨 但是晋王卡贤命爱你 看着后必将有很大的作为 你真的忍心看着他因为腿疾 而身上耽误了未来吗 请您为牵下苍生再考虑考虑 好 我身为王妃 也是皇室中人 今日 我便请皇室中人 向您赔罪了 我非不可 别过来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苏太医 苏太医 今日 你必须让我替你的妻儿偿命 我也无怨无悔 王爷 王妃都是有一心 定做不到如此地步 看来 真心真意为你好啊 你去 我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做 行了 就别在我门口贵的像个讨债鬼了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但是 我需要你替我做一件事情 您需要我替您做什么事 您亲自上山去给我寻一味药 此药长在最咸药的地方 您一沉食之前 你若寻到它 我便答应你替它医治 好 我这就去替您 谁要 你可想清楚了 此时临终大雨 随时的有可能发生土风和山洪 你一个女子 您不必担心我 愿意赌一赌 这女娲 脾气倒是和我胃高 她倒是好运气 去吧 王爷 你别管我 快去跟着她 手才有半点闪失 王拿你试问 是 是王爷 那 是不是 看一次 慢点王菲 王菲小心 杨佑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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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人时将过终于徒劳无功 不过你小子倒是跟我一样 娶了一个好老婆 谢谢王妃 终于你看 我找到了 你的腿积有救了 王妃 王爷 我来吧 你下去 是 娘 要不好喝 阿曲不要喝 阿曲 乖 把药喝了 我不要 我不要喝 也只有这个方式 让前辈什么 把药儿的那也给忍务 将冰 非 将冰 Need 酷 傻 ひ brushing 感觉怎么样 王妃 你醒了 丫头 你终于醒了 烧已经退了 咱休息休息便无碍了 你真是幸运啊 千极草十分难寻 竟被你用点碰到一株 千极草 千极草是治疗腿疾 最重要的一味药营 如果没有它 便是老妇 也束手无策 允许再次谢过苏太医了 以后不要叫我苏太医 我千百生 九人有章 九卿无策 往后便是苏无策 你还我苏先生便可 那苏先生 晋王的腿是不是有救了 留我在 自然无碍 不过麻烦的是 他身体上的寒毒 需要费些食啊 那劳烦苏先生了 先别急着谢我 要想治好他 可以 但 我有个条件 苏先生 您之前明明说 急什么呀 我这个条件 对你来说 可是沾了老夫的光啊 您的条件 是什么 老夫一身医术 却没有寻到一位传人 我看你胆大心细 又心智坚定 倒是 很合适啊 不知 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云居一定好好跟先生去 不辜负先生的青睐 我不顾你了 我 本来就是你的王妃吗 王爷 南方案探来信了 说是沁水河的河道水间 果然有问题 河堤内空 懒若斗 沈叶 你好大的胆子 陛下 魏臣是冤枉的 陛下 金王城上的万民报 庄庄渐渐都坐在空 你还敢跟我说冤枉 陛下 沈叶刚上任河道水间 不到两年 断然不敢如此造次 这当中 也许真的有什么内情 还望陛下明察 你还有脸替他解释 你沈家欺瞒朕的事情 可不止这一件 来 你跟朕解释解释 你老家的侄子 私下招兵买马 是何意图 你老家的侄子 私下招兵买马 是何意图 可竟然连这个也查出来了 陛下 魏 魏臣 说不出个所以然了是吗 请航 你说说 那些私兵 又为何会出现在你的府内呢 父皇 儿臣不知 那些人是儿臣的侧妃带进来的 二皇子 你怎可如此追血责任 陛下 老臣检举二皇子 是他胁迫老臣为他招兵 你个老东西 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父皇 儿臣虽然是娶了他的女儿 但这事跟儿臣毫无关系 儿臣自愿纠杀 玉林宫上下有任何问题 儿臣自愿承担 你紧张什么 你是朕最宠爱的儿子 朕自然信 来人呢 陈家意图谋反 即刻出展 门门抄架 陛下 魏臣聚军属实 陛下 二皇子 求您救救魏臣 好一个警方 皇子心情还真是小看 不过谁言谁说还不一定 咱们走着瞧 小姐 快走 是不是沈铺人吗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沈子妃 沈家谋逆 我劝你还是莫要多管闲事 狗奴才 你敢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就不怕惹弄二皇子吗 娘 你们在干什么 就放开我娘 沈何 娘你没事吧 沈妃 人家谋逆 我劝你 还是莫要多管闲事 狗奴才 你敢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就不怕惹弄二皇子吗 我等只是奉命办事 点是二皇子 也不能寻思舞弊 让开 沈何 莫要管娘 你好好不是二皇子 只要你好 娘早晚会回来的 快走 沈何 沈何 娘 娘 早知今日 何必当处呢 现日 又是你对不对 沈侧妃 你未免也太放肆了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们家王妃 是王妃又怎么样 说不是因为她当时陷恨我 我又怎么可能落到一个侧妃的位置 云雀 你三番五次陷害于我 到底是何居心 你们沈家贪污修低营 换养思 落到今天的下场 是你们自取其辱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别以为我是你身边那些丫鬟 任凭你太过不悔 黄英 我们走 沈侧你竟敢打我 沈特飞 我劝你还是别太过放肆 不然就怕是连二皇子都保不住你 王爷 你怎么会在这 王爷 你怎么会在这 疼不疼 不疼 本王的王妃 也是你可以记住的 穆罕 在 算了王爷 我已经打回去了 况且 他已经够可怜的了 咱们走吧 我们走 不疼不疼 又是你 又是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绝对不会 王爷 您的腿疾还未痊愈 又因为公务 操劳了一天一夜 这样下去 身体会吃不消的 况且 今天还是您的生辰啊 今日是 煮鱼的生辰 沁河河堤虽然保重了 但是今年的水患依旧严重 如今灾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让本王如何心安理得的休息 可是 今天是您的生辰啊 往年也都未曾大操大半括 过去就过去了 傻瓜 生辰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说过去就过去呢 好歹也应该吃碗长生面啊 对啊 长生面 终于做好了 是这还没到 太好了 进来 这么晚了 郭生辰 不吃碗长生面怎么能行 沉沉 快吃了吧 吃是你做的 我手艺不好 你别嫌弃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啊 你若是喜欢 以后你生辰 我都做给你吃 抱歉啊 我说的话 你别在意 我知道 你娶我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以后 你若是寻得了喜欢的女子 我不会赖着不走的 对不起 你不必跟我说对不起 本身就是我缠着你吗 快凉了 你快吃 我有些累了 先走了 对不起 他与我有再生之恩 我不能辜负她 王爷 该泡药浴了 今日 怎么是你 王妃说她身体不适 以后泡药浴这种事 就交给属下来做了 属下已经向王妃 学来了按摩的手法 试试 王爷 王氏 来吧 王爷 怎么不见王妃 王妃说她身子不适 中午便不来用膳了 她是在故意夺我 今日饭菜怎如此无味 怎么会无味呢 这几道都是您最喜欢吃的菜 厨子也未变啊 罢了 毫无胃口 撤下吧 怕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而是没见到想见的人吧 王爷 您找我有事 本王 王爷 宫中传信 邀您立即入宫 是 大批难民从都城外涌入 曾卿家有何良策 父皇 这些难民从南方而来 朝廷自然有责任对他们负责 儿臣建议便由儿臣和六皇叔 代表朝廷和皇家负责此事 这提议不错 可是如今国库亏空 这米粮又从何而来 父皇 先前沈家一案 儿臣多有疏忽 理当承担责任 儿臣觉得 我可以拿出一半 剩下的一半 就看六皇 本皇子有户不利不足 不缺因子 粮食自然可以轻易着急 可楚狱 我都要看看 你如何拿出这么多米粮 六皇帝 你一下如何 臣弟不敢推辞 好 那此事 就全权交易你俩 务必妥善解决 双眼 还有奥 行 都城米粮店的库存 半个月前就被收空了 是谁干的 是 是晋王妃 什么 竟然是她 谢谢 不客气 这都是晋王仁爱 要谢就谢晋王吧 谢谢晋王 姐 你可真神了 你还真会做语言吗 你不知道 你回来问爹 要那么多银子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疯了呢 多谢 什么 一万两 你当你爹 我的俸禄这么好挣吗 一万两 你这倒是多少钱吗 姐啊 你可真敢讲 我平常只从爹这 要一百两 都得嫌爱对骂 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这突然间要这么多银子 做什么 不是 爹 你还记得 我上次跟您说的 御 御言梦吗 记得 怎么了 您不是想投靠晋王吗 那线下 就有一个 能给晋王 雪中送他的好机会 现如今 整个都城的米粮殿 都被咱们搬空了 这些灾民呢 是不会被饿死 不过 二皇子的脸 应该被气绿了吧 二皇子根基颇深 这次让我们抢了仙剂 他一定会怀恨在心的 以后 我们要小心点 粮食可都藏好了 放心吧 都藏在城北的粮仓店里了 绝对不会被发现 还没有想到办法吗 二皇子 此时城内已无存粮 只能从城外掉粮了 废话 等粮食掉过来 花花菜都凉了 二皇子养着你们 不是让你们吃干饭的 殿下 沈侧妃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不信 沈侧妃说 有替您解忧之法 快请他进来 清禾 你刚才说有解决粮食危机的办法 是什么呀 殿下 臣妾刚想起来 爹曾与臣妾说过 年前国库有一批臣粮 不小心受了潮 至今无人问世 神仙心想 或许这批尘粮 能解殿下一食之危 可那些尘粮已经过气了 怎么能吃呢 我们自然不会用发了潮的尘粮 但是 我们可以用这批尘粮 偷天换日 什么意思 好 好 就这么办 清禾 你这次真是替我解决了大危机啊 想来 我们也许久没有亲热了吧 这些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天群 我说过 我不会放过你的 气死我 你于目标的 你怎么做事的呀 报告我 阿正 出什么事 姐 我正要找你呢 咱们的粮食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了 你快看看吧 咱们不是刚买的新粮吗 怎么变成发霉的旧粮了 王妃 这都要怪我 昨晚我听到库房外头有动静 就打开库门出去查看 可刚出库门就被打晕了 你是说 有人拿发霉的旧粮 换了咱们的新粮 会是谁干的呢 父老乡亲们 今日 我们二皇子和沈侧妃 体恤灾民 特意步骤失粮 等会儿咱们在这边排队领奏 今日不献供应 直到大家吃饱为止 谢谢 那个八婆 那个八婆 原来是你们偷了我们的粮食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谁偷你家粮食了 这可都是我们二皇子 自掏腰包囤的新粮 怕我们抢了晋王的功劳 就胡乱勿灭人了 我呸 分明是你们用了发霉的尘粮 换了我们的新粮 我呸 分明是你们用了发霉的尘粮 换了我们的新粮 说话 可得讲证据 红鹰 你的红鹰枪呢 你不要脸你 都别说了 咱们没有证据 粮食又没有少 那他们没办法 那我们怎么办呀 先回王府再说 王爷 属下犯人检查过了 汤库里的新粮一袋不剩 全被人换成了发霉的尘粮 他们齐人太甚 我现在就带人把那些粮食 都给抢回来 莫要一齐勇士 他们敢做这样的事 肯定做了万全准备 我们没有证据 现在去抢粮 肯定会唠人把柄 当务之急 是要愁得新粮 漠失了人心才是 可是 都城内所有的粮食 都被咱们搬空了 我们去哪里 愁粮食啊 莫凡 你去打听打听 城内有多少 富户有粮 是 纪王是想从那些 富户手中 重新愁粮 屏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愁的粮食 而且 不用花意了 什么法子 那些户部的奸臣 吃了多少年的油水 你该让他们 为百姓出出力了吧 不妥 二皇子把控户部 都无法榨出粮食 你就能 二皇子 不知道他们的法 但是我知道 别忘了 我会 预言 这海里多亏个钱 是楚锦衡教 我做妖后的那些手 可是逼出了 不少朝中大臣的 殷私事 殿下 这些天 难免中已有不少 关于殿下 人心厚德的称奏 臣妾性不如命 好 你做得很好 你这次 替我解决了大悟悸 真不愧是我的侧妃 等本皇子坐上了 那个位置 定会扶持你 做皇后的 不过 你还是要继续鼓励 这些 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殿下 刚传来的消息 晋王又重新筹集到粮食 又开始在城门口布施了 他们是从哪儿筹集来的 怎么可能 我明明让人都把粮食 全部换走了呀 听说是 是从朝中重臣手中筹集的 且以户部官员居多 还是晋王费的粥好 米多实在 人家小病小痛的 还管汤药 不像那边 说是不限公益 连米都不舍得给 狂让喝喜桃 是啊 光要面子好看有什么用 还是晋王会比比咱们老板 为什么这样 还能让这个建议特成 我不敢建议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信任下去 王爷找我有事 不是 不是的话 那我就出门了 还在生气 我想问你 在你心里 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 笨王 你若无情 就不要给我希望 而且我也说了 我帮你 不是因为私情 我说话算话 但凡你有心上 我定不好在缠着你的 若是真的无情就好了 否则本王也不会为了你 辗转反侧 情势难安 你 阿芹 再给我一点时间 本王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交代 好 我答应你 就命之恩不能忘 可无意不该辜负这份真情 输是输非 本王到底该如何去世 殿下 方才在大殿上 父皇揪着我好一顿吗 若本王子假仁假意 装模作样 反倒是那个楚御 被万民称颂 受人景仰 本王子花了这么大 还没受过这种气 殿下莫要生气 殿下 臣妾还有一计 可以让晋王一日之内 身败名利 什么办法 快说 好 你这小脑袋瓜 还真甜灵光呢 我看他这么粉饭 小心烫啊 来 给 姐 这几天 不对劲 你的招 你总傻笑个什么姐 笑你管 晋王 我知道了 一定是跟我晋王姐夫有关 对不对啊 你们什么时候 给我添个小外伤啊 把咱们一瓶子去你的 笑你多醉 谢谢 大哥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大哥 你不是特样里有毒 你们把我闻去的病 你这毒妇 你胡说什么呀 我嫂子说的没错 我大哥就是喝里面的汤药 才变成这样的 你们脚茬对不对啊 是 你说是吗 看一下 真的没有 那要是我亲自给了 就算计量下错 也不至于致死你们这个汤药里面 确实有毒 这位大姐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不是这样 大会看啊 你们打着行车的话 你还可不可以我这里可怜的 他娘请我不要信他 他就是看不起我们南方人 给我们个说吧 这样子 你想干什么 他也都这样子 你们个说吧 你们个说吧 就是 我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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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王爷 为民妇做主 不是民妇有意闹事 是这藤药里面有毒 毒死了民妇的父亲呀 本王自会查明真相 但方才对本王王妃不轨之认 本王也不会放过他 将这些造词之认 偷偷给本王拿下 是 六皇叔 此举 怕是不太合适吧 那是他 若这汤药里面有毒 难民也不是白白冤枉他的 六皇叔未经查证 就独断专行 难道 平日里也是生命如草芥吗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上次大婚之日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这次你们又憋什么坏呀 云公子这话是何意呀 难不成怀疑这毒是我们下的不成 你空口无凭就污蔑我朝皇子 这可是斩首的大罪 王首尉 在 王妃有何吩咐 去抓一只老鼠 老鼠 按王妃吩咐去走 是王爷 红英 姐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方才我确实试出这汤药流 但是银钗发黑的程度并不是 所以我想拿个活物来试一试 姐 你你说明白点吗 我的意思就是 连一只小小的老鼠都堵不死 何以堵死一个大活人呢 连一只小小的老鼠都堵不死 何以堵死一个大活人呢 谢谢啊 等我一下 怎么样 事情办妥了吗 都在这碗里了 咱们两个就能光明成道 死鬼 还不快点 别被人发现了 说不准这人身子骨弱 经不起刺激呢 是不是身子弱 搜索不就知道 孟涵 属下明白 一个从南方逃来的难品 从哪里得来的 且看这花色材质 倒像是宫中物 二皇子久居宫中 是不是觉得熟悉 为了这么一点钱子 你们尽亲手害死了 自己的夫君和兄长 你们简直很独至极啊 各位老百姓们 你们可都看到了 这就是铁证 而等刁民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 前来陷害的 快说 到底是谁指使你们 前来陷害的 快说 这和我们没关系 是一个陌生女子 给了我们这袋银子 让我们这么做的 要是我们不照做的话 就要杀了我们 我们也是被逼的呀 还好我特意交代 春草倒住了 就算事情败露 也不会牵扯到我头上 还不可说实话 武汉 还不老实交代 我知道那女子是谁 就是她 不 不是我 我一直跟在小姐身边 从未离开过 随便找了两个人 带了一盒包银子 就可以信口胡作 污蔑人了吗 新王妃 你再不喜欢陈妻 这法子 背面也太拙累些了吧 我有证据 那女子虽然蒙着脸 但左手的虎口处 有一颗米粒大小的红质 你 把手伸出来 让大家看看 你看谁都没用 伸手 看来真相已经十分明了 二皇子 国有国法 本王就不刻意 把人压下去 好好审问审 究竟为何要草菅人命 亨害王妃 是 小姐 牧兵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呀 求您救救奴婢吧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吩咐你去害人了 请 你敢诬陷我 是您说这次要敬王妃好看的 别想 闭嘴 黑血不够丢人吗 陈唐 自己做的事 就自己承担 否则 不加仪 二皇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都是奴婢做的 跟小姐和殿下没有任何关系 陈唐 你胆敢再撒谎 我被说的都是真 六皇叔 真是好手牌 今日 真是让我大开眼前 我们走 慢着二皇子 沈侧妃是人命如草芥 难道你要包庇他不成 古人有云 天子犯了 与庶民同罪 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侧妃 就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这草芥的命还弄出去 这二皇子肯定也不是个好东西 这二皇子肯定也不是个好东西 就怕是人受益的 好 你们既然要一个交代 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交代 够了吧 你别走 你别走 算了阿招 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 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况且 沈清禾也没有落到什么便宜 以楚景衡的作风 他判施 没有好下场 你真是不足败事有余的宠祸 皇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皇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殿下 殿下 是陈千做了 你再给陈千一字经吗 我也是可能你不说事情 是你自己不知道许珍希 我再也不想见你 来人 把他东西搬到西岳去 他入本皇子的寝殿一步 是 殿下 不要 走 走 殿下 殿下 于先生到了 快请 是 殿下 于先生 于先生 你可算了 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日子 本皇子可谓是焦头烂合呀 此次回来 是带回什么好消息的 殿下莫及 老夫此次回来 确实给殿下带来一条妙计 此际专队进王必定功课 是什么妙计 殿下可知 晋王与云家女成婚以来始终分院而去 你是说他们从来没有通过吗 因为晋王心中始终挂念着另一名女子 而老夫的妙计便是从此女子身上着手 说到这里 老夫要向殿下介绍一人 你女秦岚参见二皇子 这是 此女子便是能助殿下 通过晋王的最大宠 王爷的腿疾如今已经大好了 若能再将寒毒根除 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本王腿上痊愈之事 除了你我 末寒之外 暂时不可被第四人知道 我知道 这段日子 辛苦你了 这本来就是我身王妃应该做的 只是因为是王妃吗 阿群 本王说过 会给你一个交代 这段日子本王仔细想过了 报 王爷 宫中集信 要你入宫 那你且在府中等我回来 今晚我一定会好好给你一个答复的 好 我等你 我也 我等你 恭喜小姐 终于守得云开尖月明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快 你快 通知厨房准备准备 我今晚要 亲自下注 逃不出 天地的规则 冷漠着炙热 小姐 王爷兴许有什么事耽搁了 不如您先吃 我 再等等 公英 你快去府门包守着去 还要是一会儿 你也可回来通知我 是小姐 你也可回来通知我 是小姐 你也可回来通知我 是小姐 你也可回来通知我 你也可回来通知我 小姐 王爷回来了 这天都亮了 才回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王爷带了个受伤的陌生女子回府了 嘘 你 什么 嘘 王爷 兰儿终于找到您了 兰儿不求其他 只求能常办在王爷左右 兰儿就 心满意足了 兰儿就 知道了 你还要好休息 其他事宜 待你痊愈之后再说 王涵 在 先出去 是 恭喜王爷终于找到恩人 这就是他年年不忘多年的女子 那便是因为他一夜回馈 王爷 秦姑娘为救您所伤 您是否要给她个名分 你竟然真打送给她名分 那我呢 我在你心里又算什么 秦姑娘为救您所伤 您是否要给她个名分 您暗中派人查清此女生 您能够怀疑 她所言 虽与当时情况基本 额包之事她也知道 但本王觉得 她此时出现过于出现 是 属下这就去查 此事是否要跟王妃说一声 属下听红英说 王妃昨夜等你一宿啊 先不闭嘘 她现在批认 若提前知晓 她恐怖会打倒惊设 此事我网合的 可否会与她解释 小姐把这些东西 都拿出去喂狗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会信她一句 王妃 收收东西 回应符 小姐 阿琪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吗 我给王爷和王爷的欣赏人留位置 省得我在这儿 给你们俩阿姨 阿琪 阿琪莫劳 本王可以和你解释 王爷 这位是靖王妃吧 民女秦兰参见靖王妃 民女秦兰参见靖王妃 王妃莫生气 王爷是在意王妃的 只是兰儿按摩王爷 卢王爷留下兰儿的 但是王妃放心 兰儿不求民费 只求能随身伺候王爷和王妃而已 你看 你看这不就是要纳妃的意思吗 你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本王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 你就放我回云家 本王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宫外传来急诈 说南方突起瘟疫 陛下召您接客入宫 商讨对策 瘟疫 怎么还会有瘟疫呢 小姐别担心 王爷只是进宫一室 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不是在担心这个 那小姐是在担心什么 前世水患过 确实是解 这一室核电影 我还特意提醒楚瘟 在南方广播了他要等 可能还要产生第一 不好 师父在南方寻耀 他会不会也遭遇不辞 靖王乃真龙天子 放肆 父皇 现在都城的百姓和难民 都以靖王为尊 眼里哪还有您的存在啊 况且 儿臣还听到过更放肆的传言呢 还有什么 说是您来位不正 窜取了靖王的位置 大难刁民 竟敢如此费一阵 就该坑 跟坑杀掉 这后代他这些年 没想到竟然了一头白眼狼 当年就不该行刺手转 只要了他一双腿 等等 难道这么多年他那腿积 那不是故意撞得真看的 父皇 这明白了 传言之事稍后再一 我费了如此大的力气 才散不出这些谣言 父皇才会这般不嫌不淡地翻译 他会再给您一起 靖王殿下到 六皇帝来了 你这 正好有事找你上语 六皇叔 父皇亲真的不打算追求 你看看这份奏折 南方突发瘟疫 五天之内已经死了数百人 满朝上下不义人有利 不知六皇帝 不是 有何良策呀 哎呦 朕如此不小心 没事吧 来 赵太医 臣弟 无事 就不劳烦太医 这父皇到底在做什么 水这么烫 腿没事吧 黄兄 南方瘟疫之事 耽搁我 此点小伤不足挂齿 还是正事 瘟疫之事 须仔细珍 请黄兄给臣弟一晚时间 容臣弟仔细想想 行 朕就给你一日时间 景航 你回去好好想想 是 父皇 来人 叫崔统领来 宣崔统领觐见 毕竟 兄啊 你提权去办件事 王爷 速去召集人手 黄兄与队保护生命 今晚 怕是会派人入府制的 务必保护好王妃 是 王爷 楚瑜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把我和他锁在这儿 你为什么把我和他锁在这儿 你以为你把我锁在这儿 你就出不去了 王妃 如果是兰儿惹您生气的话 您教训兰儿便是 为何要迁入于王爷 王妃未免也太过霸道了 宠玉 你这个混蛋 你倒是给我回应啊 小心 您都喊了大半个时辰了 等会儿再喊行不行 是啊 王爷公务繁忙 咱们作为女子更应该通情达理 给我闭嘴 您为何要将秦姑娘和王妃放在一起 若是打使皇上的奸细 王妃岂不是很危险 非也 说他真是皇兄派 将他与王妃放 他才更不会亲与王妃 毕竟皇兄的目的在于本 您是说他会报信给皇上 皇上就会知道您在府中的位置 您是以此来转移目标保护王妃 我还不懂 我还不懂 王妃不好了 皇妃院子有刺客袭击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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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信 今天这大门 出不去啊相信 小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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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怎么回事啊小姐 怎么怎么办呀 他们是谁 他们是来杀我们的吗 来从窗户逃走 王妃你先带秦耀再走 他身上还有伤 小姐那您呢 你别废话了听我的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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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进来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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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王妃 你终于来救我了 啊 啊 啊 王妃你受伤了 王妃 你怎么样了 小姐 王妃没事 王妃也受伤了 您去看看王妃吧 他又不是因为救我才受伤 自然会有他更在意的 走 我们走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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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抓到三个 甚至人都跑了要追吧 不必了 秦姑娘 本王还有钥匙 这先不留你 那是王妃 您的伤害 来人 送秦姑娘回房 是 王妃 快传对付 不妨 先处理钥匙 说 谁派你们来的 王妃 王妃 都不得自尽了 这也是他们不熟 本王也猜 除了本王的那位好 王妃 希望还能试试 王妃 王妃 对您似乎有些误会 您不跟她解释解释吗 本王腿急于一致时 她是瞒不住了 往后留在本王身边 只会更加危险 此时她选择远离我 也许并不是坏事 今日是本王疏忽了 想不到秦岚并非皇兄之人 是属相无闹 未能尽快查明秦岚的身份 无关于你 本王既选择在南方水患知识上漏床 便早就该猜到会有这样的地方 韬光养晦这么多人 是时候该反击人 怎么可能 他的腿急是假的 怎么会这样 会不会是消息有误 不会有误 这是秦岚亲眼所见 也感谢正殿那位 动用了玉林军 竟然是父皇动的手 父皇为什么要这么做 殿下可曾听说过一个传言 当今陛下来位不正 当年先皇忠义的传位之人 本是晋王 后来因晋王双腿残废 才该选的陛下 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传言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现在看来 这个传言不仅是真的 怕是当年晋王腿急 与当今陛下莫大的关系 你是说 怎么可能 老夫看来 现在对殿下来说 是个绝佳的机会 什么意思 殿下可借此次瘟疫 和陛下对晋王的忌惮 咱们来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直取其位 臣听门 臣听闻昨夜王府遇袭 可抓到人了 抓住了三人 但都已糊涂自尽 帝 黄帝莫过于担心啊 身体要紧 多谢皇兄关心 黄帝 关于瘟疫是可想好了 护皇 关于南方瘟疫之事 儿臣到一策 哦 今日你为何如此积极 你且收收你的良策 南方瘟疫 儿臣以为李当派出朝廷重展 和皇家之人前往 而此人 非六皇叔最为合适 而此人 非六皇叔最为合适 最幸六皇叔在百姓口中 风评非常 给这里水化有功 满朝文武 唯有六皇叔最为合适 是啊陛下 只有晋王最为合适 晋王是不爱人选 哎呀 朕怎么没想到 只要见他大哥去了南方 别说瘟疫传染 即便他向安无事 至于有的是机会下属 我们绝后患 六皇帝 你可愿意承接此事 臣弟 领旨 好 你们到底要关我到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下去吧 是 王妃 您现在可以出府了 王爷的伤 怎么样了 太医来过了 并无大碍 可是 怎么了 王妃 王爷本来不让我跟你说 但我觉得不能瞒着你 皇上让王爷去往南方 明日一早便要起床 他是不想让您跟着一起犯险 所以才同意您出府的 他是不想让您跟着一起犯险 所以才同意您出府的 他要被派去南方 不对 前世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会突然变了 还有那王爷 也来得十分计较 不行 我不能休说不管 那 我也不回去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南方 不准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是想回家吗 本王现在给你自语 你即刻出府回云家 我想去哪儿 是我自己的决定 你管不着 阿曲 你在闹什么闹 那瘟疫造成数万人死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没有必要为本王犯行 我才不是为了你呢 我是为了南方的百姓 为了师父 你也别忘了 我可是会做预知梦的 我在梦里可梦到过 一张能够治疗南方瘟疫的药方 你知道针对瘟疫的药方 但是我未能计权 所以我一定要去南方 找到苏先生完善他才行 可惜我前世并未留意瘟疫之事 而这药方我定能几全 你将药方写下来 有本王带去南方的 你留在京城 我不 你休想撇开我 阿曲 你怎么就不懂本王的心 若你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王爷 老二听说你要去南方治理瘟疫 你把老二也带上吧 老二就是死 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老二就是死 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好啊 口口声声说 是因为担心我 原来你是想和他 双锁双气啊 于 混蛋 老二是不是又惹王妃生气了 你不是想跟着我去南方 本王便成全 别收拾东西吧 啊 谢谢王爷 而且 本王硬了便是 不过这一路 你不可离开本王的视线 知道吗 明日便启程 你今日若想回家看看 便回去吧 替我向岳父岳母闻事好 小姐 王爷怎么走了 黄英 拿上东西 咱们回趟家 金王妃 我们家主子想跟您谈一谈 哪里来的矛头小子 我们家小姐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 你们家主子是二皇子 正是 小姐 不能去 走开 不见 那可就由不得金王妃了 追他 阿雪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你可别忘了 我现在是金王妃 那有 如今金王马上就要没命 你借着 你这个金王妃也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你说什么 你敢对金王动手 本皇子才没有这个闲心呢 是父皇想他的 如今他犯了父皇的忌讳 不然 也不会被派到那种要命的地方 是 怎么可能呢 他和金王可是一母同步的亲兄弟啊 亲兄弟又如何 与起皇位来说还不是会自相财杀 阿雪 有个事你还不知道吧 当初金王那双腿 可是父亲设计险害的 怎么可能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是多么样好吗 只要愿意回到我的身边 等我当早 我一定会忍到身边 好吗 喂 你做梦 我知道 你从未与金王妃 你从未与金王妃 你一直接我 你不敢了 你准备是 你 敢当本王的女 今有命 又是你 之前的战我还没找你算的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二皇子怕是没有搞清楚状 现在是你在调戏本王妃 暗律 本王应当直接将你扭速至大理寺财 还是说 二皇子已经嚣张跋扈到目无法计的地步了 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要去 没事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派人跟踪我 本王是担心你出现意外 担心我 我就不明白了 你记忆有了秦岚 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难道 你想左右右抱不成 再相信我的字 本王一定会给你一个 你就会说这些来逃塞我是不是 我没有这么近 你就守着你的秦姑娘过去吧 等南方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就跟你合理 阿琪 王爷 路途遥远 我们就在此歇习片刻吧 嗯 王爷 这是兰儿特意为您准备的橘子 尝尝 可甜啊 这是兰儿特意为您准备的橘子 您尝尝可甜了 敢吃个试试 王爷 是不喜欢橘子吗 那兰儿再给您削点苹果 王爷喜欢吃什么 兰儿就准备什么 你们吃吧 我出去溜达溜达 但是你多少 你不需要 是不是 我发生了 没事 他性子比较直率 车上还有些点心刮果 去收拾收拾 啊 好 刚刚我还看见 那儿有一条小溪 我现在就把刮果洗一洗 你确定事 王爷 既然已知道他身份有假 为什么不直接将他生情了呢 我这一路上还担心他生乱呢 等的就是他出乱子 若本王没有猜错的话 他很快便会露出马脚 今晚你务必看好王妃 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是 王爷 朝处许 叫你朝三暮死左右右宝 我再理你我就不幸许你 叫你朝三暮死左右右宝 我再理你我就不幸许你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我们人手足够 只要你按照计划行事 我报你无事 今晚就是晋王的死期 是 秦瀾要谋害楚瑜 他不是楚瑜的恩人吗 不行 我要去通知楚瑜 不能让他得胜 楚瑜 那个秦瀾不是什么好人 我刚才亲眼看到 他在树林里和一个黑衣人 计划谋害你 阿徐 本王知道你不喜欢秦瀾 但是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是啊 我刚才还在树林里面找柴火呢 也没看见什么黑衣人啊 我没有撒谎 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楚瑜 你今晚不要靠近他 那定神有什么阴谋的 王妃 兰儿不知哪里得罪了王妃 王妃要这样诋毁兰儿 兰儿爱慕王爷还来不及 又怎会对王爷不利呢 王爷 你要是不信任兰儿 你可以将兰儿绑起来 本王怎么会这样做呢 你放心 本王信你 楚瑜 你真的是色令之欢啊 为了美色你 你连命都不要了 好 既然你不想 你也懒得管你 王爷 兰儿是不是又惹王妃生气了 无妨他兴子急 一会儿不要 那兰儿再去给您拿点水来 这有些瓜果您先吃了 好 好 王爷 王爷 喝水 莫世伟 你也喝点吧 王妃 吃点东西吧 不用你再喝水 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下毒 拿走 王妃何必对我这么大的敌意呢 我也只是奉命办事 奉命办事 我就知道我没有听错 你果然是有问题 楚瑜 他你这 现在就只剩你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楚瑜 他你这 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静王妃 我们的目标本来只是静王啊 是你自己要送上门来的 何余生 你休想动他一根手指头 就 听你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了他们 他可杀不得 我们主子特意交代 必须要留静王被活口 也要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带他回去 你们主子 你们主子难道是二皇子 原来你是二皇子的人 现在知道的太晚了 给我杀了静王 终于 我们 怎么可能 我明明亲眼看到你们喝了水囊里的水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 从你出现的第一天就开始怀疑你 我是为了引出你背后的人陪你演了一出戏 原来他之前都是装的 那是我小瞧了王爷 说 二皇子还交代了你们什么事情 王爷的恩人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于先生告诉我们 于先生摆通了王府里的下人 从下人口中亲口得知 于先生 于先生神通广大 你纵然是王爷 早晚有一天以后输给他 还敢猖狂 快说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除了二皇子 没人知道于先生的下 此人来路不明 莫涵 给都城去信 好好查查这位于先生 是 你们不会得逞的 于先生的聪明过人 他 小心 儿子何人 要你们命的人 你去医院 医院怎么样了 除了你怎么样了 王爷 这是怎么了 王爷的寒度又发作了 这次没有解药 恐怕是 怎么办 千万不能让王爷睡着 王爷睡着恐怕就再也陷不过来了 怎么办 王爷王妃你们先走 这里交给我们 要小心 你放心吧 快走 除了 阿全 别管我 你先走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有时再不听话 我现在就大喊 让那些追兵 毛们都杀了算了 你这 哎 啊 初音 初音 你别说 你别说你起来跟我说说话 初音 阿全 我这辈子 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你 我说过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之前因为恩人之事对你有过犹豫 但是现在 你别说这个 我不在乎真心 可是我在乎 我怕我现在不熟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阿全 我想清楚了 总是我背上忘恩负义的罪名 这一生 我也只爱你一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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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找个地方让它暖和暖和 等等 这里似乎有些属性 我知道了 淳于 快醒醒 淳于 你醒了 这里怎么这么属性 难道是 吓死我了 星光我突然想起这儿 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带你进来生活暖身 不然 你这条小路就没了 你想起来了 以前来过这里 我小时候就来过这儿 那时候我贪玩 经常跟着云禅 还有好几个表哥出来打猎 有一次我在林子里迷了路 我 我还救了一个小瘸子呢 还救了人 自然 那个小瘸子 也不知道忍诺了谁 好多杀手追杀他 那天 就跟今天一样 我背着他跑了好久 才找到这个秘密山洞 躲过了那次追杀 你可还记得 当时那个小瘸子 躺在哪里 就在这儿 不过 后来我表哥他们找到我了 我就没来得及跟他告别 只找了附近的村民 来照顾他 我们呢 在这之后 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对了 那天我还丢了一个我娘亲手给我绣的荷包 阿曲 本王终于找到你了 造花弄人啊 想不到本王找了那么多年 那个人就在我身边 你是说 你就是那个小瘸子 在这儿上一次 你总共救了本王两次 按照民间的寄宿 本王应当 以身相许才是 谁让你以身相许 我才不喜欢你 是吗 那前两日 甘吃飞自的你又是谁 我 一天歌 我不理你 丁丁 在这次南方威仪结束以后 我们回到图上 本王会给你补版一次圣诞会 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就再也更好看 我都为你 好 原来前世他对我这么好 是因为年幼时的救命之人 说我早些记起来这些就好了 幸好老天给了我重新再来的机会 王爷 阿曲 真是你们啊 师傅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就住在这附近 刚才上山采药 听到这里有熟悉的人声 我就醒了过来 我还以为听错了 没想到真是你们呀 你们 发生什么事了 说来话长 王爷 你看 这就是旧草 我这次来南方啊 就是为了寻他 王爷 你的寒毒 有救了 王爷 你的寒毒 有救了 太好了 辛苦苏先生了 老夫 也并不是为了您 老夫这次上山采药 主要是寻找 根治瘟疫的良药 可惜啊 对了师傅 我还有证实要找您 这个方子 您看一下 你们是从哪弄来的 这药方 如果再能完善几分 便是一张 能根治瘟疫的良方啊 苏先生 可有法完善 这里边的几味药 需要费些时日 我担心 村里面的村民 等不及啊 村民 我就住在这附近的村子里 那里 已经成了瘟疫的重灾区 王爷 你还是不要随便靠近的侯啊 附近的村子 难道就是当年 我委托招顾处遇的 那个小村子 苏先生 本王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根除瘟疫 还请苏先生带路 我们要去看看那个村子 你们 我也是 好吧 苏大夫 求您救救我夫君吧 苏大夫 快跟我去医馆 多谢 王爷王妃 不必了 好好养生 莫书 你又怎么也在这儿 我是被当地的村民带到这儿来的 我还想上山找你们呢 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 还好你们没事 不然属下 没关系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昨夜凶险万分 你已进城 有辜无辜 真是苦了当地的村民 属下听说近半个月来 村中一半人死于瘟疫 请的是我久居后宫 日日享受山珍海 为鲸鱼打压算计 哪里能体会到 普通百姓的痛苦 现在想起 真不配为一国之物 师父 我来帮你吧 来来 阿雀啊 你好歹也是个王妃 你若染上瘟疫 正以为我们是皇室 实名之路 更该单名之忧 好 来 慢点啊 王爷 昨夜第二步杀手 身法训练有素 想必是御伦军的人 看来 本王的那位好皇兄 终于还是动手 二皇子和皇上 都想对您的意 如今您远离都城 想必他们是早有预谋 你即刻去信都城 传本王几道命 是 此杀失败了 秦岚也死了 是 但是在我们之后 还有一批杀手 晋王几人 被他们打散 逃向深山 一直去向 还有一批杀手 难道是父皇 等等 你是说 他们已经知道 你们身份暴露的事了 看来父皇已经知道 暗中培养杀手的事了 全完了 殿下何必担忧 于先生你不知道 父皇生相多疑 之前我豢养私兵之时 他已经对我心生一道 如今 还是对我更没有希望 殿下雄才大略 何必因这点阻碍 便自暴自弃 照老夫看来 此时才是对殿下 最有利的事迹 你什么意思 既然陛下来位不正 那咱们便以 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你是说 篡位 如虎穴 焰德无子 好 本皇子便听你的 咬好了 趁热喝 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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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把他扶起来 苏先生 快来看看 阿群 他到底怎么了 苏先生 再说 这几日 竟然没有注意到他 他这是 染上了瘟疫啊 你一定要救救他 阿群是老夫 唯一的徒儿 老夫自然会救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这药方 取了最重要的几位药 现营制的法子 实在是太慢了 村民和阿群 等不及 除非 苏先生 再说 除非有人 甘愿使药 师父 我愿意使 阿群啊 你可要详清楚 这药方性烈 施药的过程 十分痛苦 腹性和呕吐 只是最轻的症状 严重的 会危及你的性命啊 我知道师父 但若能解救百姓 我死而无恨 阿群 你胡说什么呢 初遇 我能为你和百姓做的 就只有这些了 好 那本王 就陪他一起试 王爷不可呀 王爷不可呀 本王已下决定 阿群 这些百姓 也是本王的子民 本王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爷 你二人心怀天下 你放心 就是老夫拼了这条老命 你会研制出解药的 这些 你已经陪我很多次了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不能再为我倒下 傻瓜 本王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 阿絮 这次 有没有感觉不舒服 好像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更舒服了 好像没有 不仅没有 而且更舒服了 太好了 试了这么久的药 终于有所进展了 万事开头难 现在确定了药性 解药很快就能研制出来了 这都得谢谢你啊 对了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根治寒毒的解药 已经研制出来了 王爷 你的腿肌可以痊愈了 太好了 王爷 你再也不用受寒毒之苦了 阿絮 怎么样 已经完全好了 真的是解药 我们有救了 谢谢苏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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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谢啊 你就感谢靖王 靖王妃 没有他们给你们试药 这解药 何时才能研制出来啊 谢谢苏神医 不必这样的 快起来吧 都起来吧 你想那钱 是百姓对神清河的称号 落在了我的头上 命运还真是奇妙 阿絮 你为他们牺牲这么多 这是你该受的 都散了吧 谢谢王爷 谢谢王妃 谢谢王妃 王爷 正如您所料 这瘟疫源头 有些蹊跷啊 过去说 是 查到什么 属下查到 这瘟疫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数月之前 敌国也发生过同样的瘟疫 属下还查到 有人花钱买通了一位村民 故他将一具死尸 丢到了村中唯一口井水里头 属下还查到 有人花钱买通了一位村民 故他将一具死尸 丢到了村中唯一口井水里头 那具尸体捞上来了吗 捞上来了 穿的正是帝国的服饰 还从那位村民的口中得知 顾他的那个人 正是于先生 是他 这么看来 二皇子是有通敌卖国的血 为了一起思虑 竟拿数万百姓的性命进去 此等凶患 若让他顺利登基 只能万民之灾 二皇子真是歹毒啊 不只是歹毒 本王料想此时的都城 怕已是风雨越来 你再去替本王传几道命 切记 务必小心 万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明日一早 我们便反身回堆 是 南方瘟疫解除了 陛下 晋王夫妇抗议有功 应当大大奖赏 还有 听说他们二人途中遇刺 有人敢对皇家行刺 此事应当细查 此事荣厚在意 陛下 此事拖延不得 如今 百姓对晋王夫妇多有爱 先前一队朝廷 不顾晋王腿急 调派其前往南方抗议一事 颇有威辞 此时应当顺应民意 才为上策 放肆 云昊 你口口声声 一个晋王一个晋王妃 你到底是朕的丞相 还是他处于的丞相 微臣不敢 微臣只是口述事实 望陛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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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是小看了处于的浪漫 朝中竟然有这么多重臣 英虎的 不过 他也只能猖狂到今日 想造反不成 难道包天 陛下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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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这个送查的奴才 给我带下去 是云象指示我的 不够见晋王 老队陛下有不辰之心 还拿奴才的老母 威胁奴才下毒 请二皇子和各位大臣 替奴才做主啊 好你个云象 你居然敢谋害父皇 你个狗奴才 胡说八道 我是不是时候见过你 你装的倒是挺像 来人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带下去 殿下 怎能仅凭一人之言 便妄下论断 况 云象治国有功 不可妄断哪 是呀 是呀 殿下 王后娘娘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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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新来得正好 这个小太监 信口雌黄 忽灭云象 毒害陛下 此事 万不可轻率论断哪 放肆 本宫在门口 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们还有婆话要讲 来人 把云象给本宫拿下 来人 把云象给本宫拿下 王后娘娘娘 我看谁还敢维护罪臣 因此 现在都城也是本王子的天下 我看你也有没回 你 娘快走 娘 娘 娘你干什么 娘跑不动了 你快走 金厨一定要找到你姐和亲王 救死他们 千万别回住场的 娘 开门啊 快走 你个晋王府的人 那这车里的是 放肆 牵到了晋王和晋王妃的座驾 还不快快让行 等的就是你们的人 来人 给我全部拿下 莫守卫 发生什么事情了 谁准使你们这么做的 放我们出去 到底要干什么 楚敬恒 是不是你 这个小人是不是又是你 阿渠 看来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不愧是本皇子看上的女人 真聪明 楚敬恒 到底想要什么 应该问你想要什么才对吧 你知不知道你父亲 涉嫌谋害陛下 和你娘已经被押入大城了 择日问战 不可能 我爹对朝廷忠心耿耿 那 是你对不对 是你在下海他 对不对 是我又如何 现在整个都城都是我的了 你又能怎么样 王爷 请求你 救救我 和我娘 她现在自身难保 怎么救你呢 楚瑜 听说寒毒的滋味不好 我这正好有一方 可以缓解寒毒的敌国密药 只要你修了它 我便把药给你 且找你 好 我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楚瑜啊 楚瑜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阿渠 你可看清楚了 这就是你死心塌地跟着的男人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现在能救你的 只有本皇子我 王爷 你当真要对阿渠 如此绝静 对不对 好 再也不会救你 二皇子 只要你能救我爹 和我娘 你要做什么 我都愿意 好 本皇子从来没有一天 像今天这样开心过 阿渠 你一定不会后悔 你今天做的决定 只要你与我成亲 我便保你父母不死 多谢 二皇子 这些狗奴才 真是狗眼看日地 请拿这些东西敷衍小姐 奴婢这就找他们算账去 等等 我现在只是个不受宠的侧妃 又有什么资格甩脸色 可平日里 您可是没少打赏他们 无论如何 他们也不能这样对待你 罢了 我如今也看明白 这后果根本就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我只是有些不甘心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她却从不把我放在心上 小姐 哎 你听说了吗 咱们殿下 将晋王妃接到宫里来了 当然听说了 这位晋王妃还真是厉害 让人还能让殿下对她顶着 云曲 又是你 云曲 又是你 小姐怎么办 她现在小人得志 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 审测妃 殿下穿进去前殿 小姐 该不会真让奴婢说中了吧 该来的躲不了 走了 殿下安好 你是没长眼吗 只看见本皇子一人 见过晋王妃 什么晋王妃 再过不久 她便是本宫的郑妃 你该叫她一声警戒 郑妃 殿下你是疯了不成吗 她和晋王 可是陛家亲赐的婚 你是这样做 会让满朝文武和百姓 对您非议的 非议 轮得到你 对本皇子指手画脚 这不是因为你 坏了本皇子的好事 本皇子又怎会 娶了你而错过阿渠呢 殿下 你怎么忍心对臣妃 说这么重的话 臣妃为了你 家破人亡 你难道对臣妃 一点连爱之心都没有吗 成大事 不拘小谷 何况你们沈家出事 是因为你自己不够聪明 跟本皇子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这些年你们靠着本皇子 吸了朝廷多少惊喜 替本皇子挡挡灾 又怎么了 又算得了什么 好啊 说得好啊 我方才还在为你担忧 原来都是我自己 在犯剑罢了 既然我这一辈子都被毁了 那我也要拉着他 陪我下金鱼 陪我下金鱼 你 你 看来本皇子对你还是太不认识 来人 慢着 殿下 还要为他求情吗 我不是在为了他求情 是为了殿下您考虑 是 是为了替你理论 还好 我今天真的想着 你 日后还能向本人展示 感恩念旧 对您有百良无遗憾 好 阿絮 你果然从你 本皇子就留他一遍 不过再有下次 皇子绝对饶不了你 多谢殿下信任 阿絮 这边呢 就交给他们来处理 本皇子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跟他们说 是 是 沈清禾 众叛七离的滋味怎么样 要杀要管 西庭尊 我为什么要杀 杀你对我有何好处 与元雪 向来是自主必将的心 你不杀 难不成跟我做朋友 你猜对了 我便是要与你握手 你猜对了 我便是要与你握手 你说什么 元雪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神清禾 你难道还看不出吗 那个楚景离 他背信气 很毒无情 已经害得你沈家家破人物 你难道还要为了他 放弃你的一生不成 那 我可不想 已经没有人可以依靠 你非要依靠他人 盛清禾 你本是都城第一才 自小宝龙师叔财貌 你困在这红瓦高墙之中 才是暴殖天物 真这么死 该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 逍遥自在才是 是啊 我自有的梦想 是当我朝第一女生 可没有想到 我为了一个男人 秦秦营子 却落得如此天地 我还有挣脱牢笼的机会吗 当然 机会就在你 只看你下下 你刚才是在 假意营后二王子 对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只说 你愿不愿意家子 对自己 好 我便信你 反正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 六公分带无颜色 回眸一笑来 没事 阿隽 你今天晚上真是没 莫可 天下 没有取笑 怎么能是取笑 本皇子所言皆是事实 天色也不早 谢谢 天色也不早了 不如我们早些歇息吧 等一下 这天你放好了吗 不是 殿下 有一件事情 阿隽一直没跟你讲 前几日 火随晋王去南方 不慎感染了瘟疫 殿下 虽然我感染了瘟疫 但是我已经让 过几日病了痊愈了 我不是不肯伺候殿下 我是为了殿下的健康考虑 殿下再给我几日时间 阿隽说得对 你身体不适 自当好好休息 本皇子 过几日子来看你 你身体不适 你身体不适 是 都不肯伺候殿下 你身体不适 是 你說什麼爹娘被抓走了 現在都城門口全是二皇子部下的兵馬 你們回去就等於送死 所以你們千萬不能回去 我爹娘呢 我不可能不救他們 可是逃避不是辦法 想要救回越不越 我們必須 你是不是有辦法 倒是 不過需要你我一起演出戲 倒是有個法子 不過需要你我一起演出戲 這幾日想我嗎 我簡直度日如年 辛苦你了 這都是我自願的 不僅是為了你和爹娘 更是為了全天下的百姓 楚慶恆很毒專核 她根本不配為你 再忍幾日 對了 你的父母被壓在大樓之中 那裡看守嚴密 說不想打草精神 是設法讓他們轉移出去 這幾日我去想辦法 把他們轉移出來 好 楚慶恆定不會知道 那些大臣假意投仁 實際上是在假意奉承 其實早就被你家暗中 收入麾下 這還得謝謝你 若不是你告訴我 南方水患的事情 我也不會提前設下這些 你的預言謀 可是救了不少無辜的百姓 楚瑜 有件事情 我一直沒有跟你談判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開口 被你抱嘴 你坐在心底 那邊對你想什麼 我對你 終於 這輩子我做的最正確的事情 就是 Que你在一起 美花郎不是 你 你 這部分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陛下如今昏迷不醒 我这里有一瓶药 能够解答身上的态 虽然不能根除 但是可以助他清醒 你要我帮你去喂药 你为何不自己去 你以为楚景衡会轻易相信我 我看似不 可是眼下到处都是他的人 所有事情 只有不会引起人注意的你去做 才最合适 好 陛下 我是来救你 但您若不听话 外面的人就会听到动静 你现在 只要听我说话 陛下 我实话跟您说 毒害您的人不是进 而是您的好儿子 楚景衡 他现在掌控了朝廷上下和皇后 就连皇后 也与他狼狈为敬 您若想活命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和晋王殿下 你要是同意的话 凤天承运 带皇帝赵约 云家敌女云渠 温良敦厚 秀外会中 堪当国母 则三日后登基大典 签此 殿下 万万不可呀 这世上哪有侄子 去审慎这番道理 殿下如此行事 实在是荒谬啊 殿下 此时余礼不合 万万不可 放肆 本皇司取个正妃 还需要你们同意吗 殿下三思 来人 把这个老匹夫 给我带下去 楚庆恒 你网顾人伦 我朝有此昏君 为你 好 现在 你们谁还敢质疑我 近几日 他可有什么动静 回禀殿下 云小姐整日待在屋内 为此 殿下 阿隽 阿隽 近几日过得可还好 阿隽过得很好 请殿下放心 好 三日后便是你我大婚之日 也可以要好好准备准备 是 阿隽 怎么了 殿下 阿隽有个不情之情 你马上就是我的皇后 有什么不能说 尽管说 在大婚之前 我想将爹娘接 在大婚之前 我想将爹娘接出来 可以吗 果断是什么事 你我马上大婚之日 自然是要有父母见证 纵使他们来这陪上你住几日 又有何法 放心 我这就需将准岳父业务 接管给你 来人 云相 速去牢里 把云相和云夫人接近公安 是 阿隽 阿隽 你没事吧 没事就好 阿隽 你与准岳父岳母 好好说说 本皇子后两天再来 是 丁小曼子 你这是孩子 怎么能为了我们答应 嫁给这种人 阿隽 晋王待你不保 你可不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啊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就快被我爹娘骂死了 岳父 岳父 岳母 晋王 你这是 你的腿好了 皇爷真是深谋远虑 老臣果然没有看错人啊 现在 去尽快将二老送出宫子 送出宫子 你们出来吧 这是 他们是 是晋王府的暗室 会代替你们 留在宫里 那我们出去 门外的侍卫 王爷 该走了 他们 岳父请放心 他们 也是我们的人 老臣真是 小瞧王爷了 我这闺女 交给王爷 老臣也就彻底放心了 阿隽 以后和王爷好好过 知道吗 爹 好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们千万要小心啊 好 你们也千万珍重 走 接下来 便只剩三日后的登基大点 阿雪 从此 你和这天下 就都是真的 百官朝见 新地新厚 昏君 老夫纵然一死 也绝不认而等 败类为皇 个老东西 你找死 来人 把他给我带出去 人哪 难道都死了不成 崔浩 你人哪 二皇子 你是在叫这个傻大哥吗 二皇子 你是在叫这个傻大哥吗 飞虎军 飞虎军 不行 我要与你们一同回去 眼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是飞虎军的鼓劲 你拿着他 即刻前去掉 务必在三日内 可回渡场 此次行动能不能平功 金龙姐夫你放心 一定完成任务 你这个贱人 原来一只都是你倒的鬼 是不是 又是你 你们都在干什么 是他谋害了父皇的 金龙 你们都要造反 是不是 陛下 真正要造反的人是你 陛下 这还没死 是不是 一个孽畜 正平时带你们母子俩不保 没想到 我竟然想让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今日正有大一面心 绝不欺劳你们 飞虎军 朕将他们拿下 打入死牢 陛下 陛下 你 你有没有真的爱我 太快 但那已是前世的事 况且前世 从未真心 正久 是我错了 终于尘埃落定了 皇撕掉陛王 你 反思 一同拿下 你个皇家老头 你是不是疯了 是我的姐夫救了你 你竟然还这样 朕是皇帝 朕 说了算 古军 拿下 这是刚送入宫的万民祈愿书 称皇帝无能 皇子不仁 唯有晋王和晋王妃 视百姓为己出 百姓恳请朝堂上下 愿拥护晋王为新帝 晋王妃为新后 臣亦如民心 愿辅佐晋王称帝 吴皇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万万万岁 你们 初约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谈白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愿吗 我之所以能够预知 是因为我从前世而来 而且前世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嫁给了初锦盒 成为了一代妖狂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那日 我听到了你和初锦盒说的话 况且你当初性情大变 对初锦盒避之不及 想必上一世 定是为他受了不少人 前世我死得很惨 还是你替我说的事 想来 上一世我一定不太错误 不然怎么会错过你 所以这一世 你一定要好好地抓捞你 你是我两世的幸运人 该是我抓捞你才是 那你的幸运人 现在有一份惊喜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心厚云渠贤良疏德 素有人心 肯与朕分忧 与民共患难 乃亘古少有之贤后 朕自今日起 废除后宫 愿与心厚余生 互相扶持 恩爱两不宜 亲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怎么样 喜欢吗 我们此生 雄不分离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